宾城发生实习医生坠楼身亡的事件之后 让实习医生的处境受到关注 卫生部成立的改善医疗工作文化特工队 如今向外界保证 在研究检讨报告的过程中 会聆听各方意见 每个角度都会详细调查 领导这支特工队的科学工艺级革新部前秘书长 拿多西蒂哈米莎 今天早上发文告透露 特工队昨天在首次线上会议中 聆听了卫生部的报告 以及槟城实习医生坠楼案的报告 特工队接下来还会和各州卫生局 专业机构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更全面地了解医疗领域的状况 聆听各方观点 特工队表明 他们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 会独立公正检讨医疗领域的人力和职场文化等问题 并向卫生部提成建议报告 感谢大家的确讯